好漂亮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漂亮的家具 这很贵吧 看这沙发 沙康 你来 坐 坐坐看 好舒服 沙康 好漂亮啊 你说 你早晚都要跟我结婚 以后在我们的家里 摆一套这样大的沙发 你说都漂亮 好不好 沙康 可是这很贵哦 难道你觉得 我还没有这个沙发之前啊 好不好嘛 好 说好了 不许哄我 不会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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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聊 其实小玉她 你别说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陈瑜对你那么好 你还和我在一起干什么 好了 不生气了 我呢 只是想说 你比她更温柔 那还差不多 小康 我问你 你答应了我的 会跟陈瑜离婚 然后再娶我 你要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吗 你也知道 公司的大权都在她手里 所以 我想慢慢地把资金挪过来 等实际成熟之后 就跟她离婚 当然了 到时候我就娶你 真的啊 当然了 自从上次 她流伞之后 医生就说了 她以后就很难怀孕 很可能就不能生育了 我总不能没有小孩吧 那当然了 你那么年轻 怎么能没有孩子呢 少康 我答应你 只要你娶了我 我一定帮你生孩子 我会帮你生很多很多孩子 不过 你千万不能忘了 你对我的承诺 你放心 我会的 只要你 少康 你这个人啊 就是太会哄人了 不过有的是呢 不能光靠嘴巴说 是要用行动的 少康 少康 你们都给我出去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们俩居然做出这种事情了 什么 你跟我解释 你解释什么呀 我全都看见了 你解释什么 你真是够不要脸 你居然背着我做这种事情 你居然叫我老公 我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嘛 你今天是找他 是不是 小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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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要拦我呀 你干什么要帮他呀 你说呀 陈宇 你给我搞清楚了 什么叫我抢你了 现在少康 他是不要你了 我跟他是两情相悦的 他说过 他爱的是我 再说 你看看你自己 你现在 连生育能力都没有 你连一个妻子 最起码的义务都进不到 你还有什么鸡哥哥上和在一起 啊 少康已经答应了 他会马上跟你结婚 然后跟我结婚 小玥 不要胡说八道 什么叫胡说八道 你为我 你为我 我告诉你 你做梦 少康还有这个胆吗 少康 你说句话呀 王绍康 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有这个能耐吗 告诉你们 你们今天这种行为 我是可以请律师去告你们 兵威 你就等着吃官司吧 王绍康 你今天这么做 就意味着你什么都没有 喂 是 你是谁啊 是陈玉啊 知道 你不就是王家的二媳妇吗 这么晚了你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啊 不要脸 真不要脸 家门不信了 家门不信了 爸 爸 发生什么事了 丢人了 这太丢人了 我 我都说不出口 爸 你倒是说呀 你不说的话我们都一筹无水 知道吗 小薇他成了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什么 第三者 小薇他和谁啊 是王家的二儿子王绍康 这不可能吧 对啊 是陈玉当场捉奸在床的 他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们的王家去处理这个事情 爸 他打电话来丢人了 人 人 爸 爸 爸 你干嘛呀 妈 你照顾爸 我去了解一下啊 好 你快去吧 嗯 爸 你来喝水 家门不信 里头请 爸 你回来了 哎 我来 这是英杰吧 还都长这么大了 以前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 你才三岁 现在都快认不出来了 奶奶 爸爸回来了 少华 妈 洪霞 妈 啊 洪霞 你不是去美国了吗 啊 前一阵刚回来的 前两天在公司里面碰到少华 我们俩还真挺有缘分的 啊 少华 你碰到洪霞 怎么都不跟妈提一下呢 啊 妈 可能是公司太忙了 她一时忘了吧 啊 哎 妈 洪霞来那么久了 请人家坐吧 哦 对对对 来洪霞坐 哎 真是好多年都没看到你了啊 是啊妈 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小了 来 喝水 谢谢少华 谢谢妈 哦 洪霞 你跟少华 已经离婚这么久了 你不要客气 不用叫我妈 不管怎么说 您在我心目中 是永远的妈妈 是最尊敬的长辈 以前是我不懂事 经常和你吵架 现在想想 真的是挺幼稚的 妈妈 请你原谅我 洪霞 啊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来 喂 什么 哦 好 我知道 我马上赶过去 谁打电话给你啊 少康 少康还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是少康跟林威德 被陈玉知道了 小玉 小玉 你开开门 小玉 小玉 你听我解释啊 小玉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啊 小玉 小玉 你听我解释 小玉 小玉 你听我解释 你开门好不好 我请不出你了 小玉 明君小姐 小薇 小薇 大姐 大姐 你怎么这么糊涂 做这种事呢 不是我的错 不是少康的错 好了 对了 其他人呢 怎么只有你一个 少康和陈玉 还在楼上吵架呢 那我们回家再说 走 不 大姐 我不回去 我一定要往少康 跟我说清楚 这样明白 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打算啊 小薇你 少康 上 不过来 我 去 我 我 去 我 你 我 去 我 我 我 去 小薇 只要我们已经被发现了 我可爱 我们还是要分手吧 你说什么 你也知道小玉的脾气 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从刚才回来之后 她就一直一个人在房间 也不肯理我 还好了 她没有下来 要不然事情会闹得更大 所以 对不起 你还是走吧 你 你 胆小鬼 没有用 胆小鬼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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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其实这种事情 你们两个都有错 别怪林薇 是少刚不对 我带她向你道歉 本来就是她不对 王少康 你给我说清楚 你到底对我怎么负责 还要我负责 我们俩到此为止 你给我滚 叫我走 你毁了我的清白 现在就像这样把我甩掉 好 你对我不仁 我就对你不义 当初还不是你和陈玉 让我从大哥的电脑里面 投档案文件给黄崇明的 你胡说什么 我哪里有胡说 陈玉一直认为 是我大姐害她流产的 所以说让她爸爸出面 把王家的家产全部都搞垮了 还帮助黄崇明 成立了那个联合公司 还有 我大姐和黄崇明的事 也是陈玉在从中作梗 我大姐和黄崇明根本就是清白的 一点安倍关系都没有 是真的 大哥 是真的 大哥 他在胡说八道 他疯了 他疯了他 大哥 别打了 跟我回去 把所有警告告诉我 走 大哥 你要害死我 你怕死 把全家害死人家 你快怕死啊 好 少华 如果小薇说的是真的 那他只是被人利用 你不要为难他好吗 大姐 不要说话 我不会为难你 我也 明俊 我现在才知道一切都是陈玉搞的鬼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 不要再说了 我要带小薇回家 免得我父母担心 明俊 明俊 真的是我误会母拒 我和妈都错怪她了 我 我 我